去找了一些他的在網路上 可以找到他一些打 有沒有 要開啟他個人的單打模式出手 烈魚哥真的厲害 其實菲律賓友來台灣參加球隊友 這球勾出來 稍微給Romeo 烈魚哥 很鼓勵耶 你這麼講法他好像變成李秋哥了 烈魚也可以 我帶一隻河馬傳出去好了 Romeo 這球切入這個球 哇 這個拋頭精采漂亮 你知道嗎 昨天中飛打完 張忠健講說 他真的不知道怎麼防守Romeo 可是我知道怎麼防守他 4 point play 現在使得韓國隊48比47取得1分領先 Romeo在3萬現在跳投 對 他也投進了 他也投進了 而且還有加把 他也有機會4分打 Romeo真的是個非常戲劇性 而且渾身都是細胞啊 演員細胞的球 跟PBA他是完全不同等級 Romeo再過來 差點掉球 地板上 又把球給撿起來 韓國隊這邊一直說 台湾要吹走 不玩中的機會 David David 這球再給 Romeo再做兩個假晃 再出來給到David的 但底線跳都出手 有分 出手還有拳手的這個 基本動作實在太棒了 第四點開始 Romeo帶一步又來了 又來了 又來了 Get another one Romeo突然放個冷箭 投進了3分球 現在雙方差距只剩下5分 剩下100秒鐘的時間 這場比賽高一段落76比65 Romeo在外線的出手 2 菲律賓還有機會 他這個go2 guide 真的打得太棒了 到菲律賓來講 是留意單打的話 那其實任何菲律賓 防守上面的意願 防守 Romeo 一首歌他們很... 都會唱是不是 對 我想說不一樣的歌 為什麼他們還是有辦法可以唱 來 來 來 往中間起 Romeo 出手得分 這秒的情況之下就是一個犯規 我可以看到這個球在空中 平衡的時間真的非常的久 這波16對6的攻勢 國豪隊現在取得領先 國豪隊現在取得領先 國豪隊必須要趕快退房 菲律賓人數比較多 Romeo上來 空中對抗 他5秒 陳思潔的傳球再被Romeo給抄走 Romeo在第一節比賽 他可以說是改 完全創造出來 再來就是外線的命中 他必須要去把握住 這個傳球差點失誤 有沒有再拿到 這最後一秒鐘 可以看到這個球 其實已經守到最後面一拍的時間 裡面才做到一個出手 這樣不得不出手的情況下被投進 其實對世界很少 其實對世界很少 73比67 進攻時間又剩下7秒 有沒有切進去 在空中 拉桿 哇 球民說這是菲律賓點魚哥 你可以看到他拉桿 拉到最後面往下降的時候 順勢做到最後面炮